国会众议院以213票同意 222票反对的投票结果 通过了一项价值19亿的支出法案 以在国会大厦骚乱事件后增强国会大厦的安全性 法案将进一步被送往参议院审理 法案内容包括 会加强国会大厦各个区域安全性能提供资金 以及增强对议员的安全保护措施 为国会大厦警察部队提供装备 建立一支专门反应部队等等 继欧盟之后 美国也宣布 辉瑞疫苗在冷藏库存放的时间可达一个月 预料将对疫苗配送有所帮助 食品及药物管理局表示 根据辉瑞大药厂交角的近期数据复审结果 决定允许疫苗在冷藏库 摄施2-8度的气温下存放最长一个月 过去辉瑞疫苗在这个温度下只能存放5天 FDA生物质疾评估 继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说 这项改变应可让这款疫苗在美国更普及 因为这促进了社区诊所等疫苗供应方 在接收、储存和施打疫苗方面的能力 欧盟药品管理局已于17日 就批准辉瑞疫苗冷藏时间可延长至一个月 财政部预计整个富人纳税群体隐瞒了除薪资外一半以上的收入 这个结论将进一步支持政府推动国会批准 国税局扩大对融资和广泛新金融交易的申报规定 财政部20日在报告中详细介绍了政府计划的措施 以通过国税局在未来10年内增加7000亿财政收入 共和党议员和税入分析人士批评称 这个估计数字高得离谱 拜登政府呼吁银行和加密货币交易所向国税局报告交易情况 该局还将增加新的审计师和升级信息技术系统 财政部表示新的报告制度将于2023年生效 于是金融机构有时间为新要求做准备 财政部估计未来10年 纳税人的账目对于国税局来说将更为清晰可见 可以给代值带来4600亿至7000亿的尽所得 一项最新研究表明 饮酒量没有安全标准 饮酒量增加与大脑健康情况不佳有关 在一项研究中 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研究了英国约25000人 自行报告的酒精摄入量与大脑扫描之间的关系 牛津大学高级临床研究员脱皮瓦拉说 研究人员指出饮酒对大脑的灰质有影响 这些灰质是大脑中构成处理信息的重要区域 脱皮瓦拉表示 酒喝的越多 灰质的体积就越少 大脑体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 痴呆症会造成大脑体积减少更为严重 较小的脑容量代表 记忆测试的性能会更差 研究小组还发现 没有所谓的安全饮酒标准 这代表着只要是喝酒 就比不喝酒更糟糕 他们也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证明 具体哪些酒精饮料的类型 会影响对大脑的伤害 不过研究人员补充说 某些特征如高血压 肥胖或训酒 可能会使人面临更高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